引气归圆 圆是什么圆呢 圆来的圆 但是这里头呢 我们说官圆的圆 就官圆在这 旗下三寸在这 御元府我们怎么治呢 就是用两个手 放在他的 肚上 以前我们也讲过 在复习一下 有几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 就这样 整个的先转向 看不见 整个 整个的转向 整个在腹部上 就是拿开 整个的在腹部上 两个手 在腹部 这样先转向 暖和暖和 先看一下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 就是这样 手扶在这儿以后 两个手交叉 右手在下 左手在上 十字交叉 劳工对劳工 劳工却 劳工却 这个左手劳工却 对着右手的外劳工 左手内劳工对着右手的 左手内劳工对右手的 外劳工 对着以后 再这样 可以用小鱼记 小鱼记 小鱼记先走 然后掌根 掌根以后呢 小鱼记 掌根 再大鱼记 大鱼记完了以后 四指的根部 然后再小鱼记 这么转 这样转 这样转 这样力度比较大一点 然后就让他局部的 等于是运营腹 当然腹部的手法很多 这是其中的两个动作 不同的手法 有不同的目的 以前我们介绍过 这个是让他整体的 整体的 为什么叫整体呢 就是让他整个的 弄脉和静脉 血管 在腹部 让他有一个 舒张 作用 因为他一舒张了 血管就扩张了 扩张以后呢 血压就可以下来 这样让他舒张 尽量让他舒张 你收缩了 血压上去了 你尽量让他舒张 因为血管静暖了 这大部 扶住动脉 这个地方 大动脉 你给他活动 让他气血运行 他到四末 就是到四肢 到四末 到全身 他的血管呢 就让他流动了 就让他促使他 血管 向 全身 运行 这个时候血压 就可以改善 比较快的改善 很快 血压呢 就会下降 为什么 因为大的动脉 直接达到了 小的动脉 小的动脉 就直接 扩张 这样的话呢 把那水给 冲开 就像一个水一样 水渠一样 直接冲到 末端去 血管呢 就扩张 血管一扩张 收缩压 那就开始 下降 血压就下降了 收缩压呢 就开始 改善 血管一扩张 血压下了 这是一个用 他的这个 手掌部的 一个局部 促使 元气 恢复到 毒的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刚才从西解释 现在从中意解释 因为你上面阳气太旺 头部的阳气太旺了 那么我们这边 一给他 治疗 又手法治疗 让他的气呢 从头上 降下来 降下来以后呢 降到哪儿 引气归源 就归到这儿了 就是相当于我们扎针就一样 扎气海啊 官员啊 还有扎什么 天书啊 中卵啊 上卵等等 扎这儿 扎这些血位呢 也是一样 让他气 从头上降下来 这样的话呢 就使他 不会都 气阻在头部 气不完全都阻在头部 下来了 血压就下来了 你做完这个手法以后 你再给量量血压 你看看 血压 就下来很多 就比较平稳 就急性期的时候 你急性期的话 你让他走 万一走在路上 他血口爆了 怎么办 对吧 当然呢 你说让他家属赶快送去 那你就给他做这个 也可以 坐几下 血压下来了 再让他走 就行了 这个是呢 比较快速的一个方法 降血压的一个叫 上焦的火 你到了土土 就是说 这样的话呢 就 比较快速的 起到了 引火 灰源的一个作用 这是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是比较有效的 比较好的 从西讲呢 就叫做很多静脉层 动脉层 都在腹部 这好多静脉 它的腹部的动脉 小的静脉 小的动脉 我们说 它的上焦 中焦 下焦 都在这 为什么叫这么多焦啊 就说它的动脉网 静脉网 都在这 它气就在这些地方 你给它 把这边血管一扩张 把它气 给它 从上面引下来 引到腹部 上面就解除了压力 下面压力就减轻了 原来头疼啊 头胀啊 胀得很厉害 血下不来啊 都卡在这了 都堵在这了 所以呢 所以你把这腹部 给它做一个 预言腹的动作 往上 它就下来了 血压 就可以帮助降下来 这是一个 比较简单的方法 大家可以试试用 可以试着 试着用一下 这是 比较快的 一个方法 那么理论方面嘛 就是这个 引火归原 主要特点就是 引火归原 这是它的一个 最主要一个特点 当然了 它还有大部分 原型的 那么从常见的 手法里头 我们说 这里头有什么血啊 主要就有官员 补气的 气骸补气的 神菌也是补气的 中软 可以到底匹配的 另外大横 也是到底 说 匹经呢 可以一条 匹配的 方法呢 有揉法 摸法 还有运法 这传统的方法 里面有这个 反正就顺着时针呗 顺着时间走 顺着时间走 每次呢 走个五分钟到十分钟 行了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使血压下降 传统的降血压的方法 这就是蛮好的 第二个方法呢 我们叫 鲤鱼强心 这以前我们也讲过啊 就捏小腿 捏着小腿 两手一起捏 两手一起捏 捏住小腿 捏住小腿 捏小腿 捏小腿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说 它是第二心脏 小腿是第二心脏 当然捏小腿呢 它的反射性呢 就可以起到 管降干阳 这作用 平干潜阳 就是这个作用 活血化育 里气 突落 起到这个作用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把火 把上面的火 把上面火 给它引下来 你这边 你捏 上面火就下来了 人家是旁观经啊 后面是旁观经啊 你内侧是什么 三脚经啊 内侧三条阴经啊 是吧 有脾经啊 肾经啊 肝经啊 是吧 外侧是什么 胆经啊 那你这个阴间 后面有旁观经啊 整个上面的气血 就下来了 尤其是 我们说 高血压的病人 都有什么 后头疼 对不对 后头疼从哪儿至啊 在这儿 成山 在这儿 成金 当然有人是用 这个尾中 我不喜欢用尾中 尾中下面有神经 有这个 动物神经啊 所以你扎这儿的话 这个容易扎到动物神经 你就扎最安全的 就成山成静 这也可以 手法 现在讲手法嘛 就是用手法一捏 所以捏的话呢 上面气血就下来 有人用点穴 点穴太痛了 有人说不知道 所以给人捏一捏 捏的话上面气血就下来 这样一捏下来以后 它就舒服了 对不对 它叫引火下行 引火下来的 它上什么干气呢 我盖架上套了 它的气也就下来了 对不对 干气往下走 这么一捏 为什么 一下干净手 内侧就捏什么 三条阴晶了 外侧就不到它的胆晶了 去这边外的去胆火 内侧古阴晶 同时后边呢 又是胆光晶 胆光晶从哪儿 胆光晶从后头 对不对 胆啊 上康 干上康 哪儿疼 尤其是紧张性高血压 紧张性高血压 是哪儿疼 不特别紧 上床后头 颠颠疼是干净 对不对 对不对 这哪儿 哪儿过去呢 胆光晶过去 是不是 颠颠这么大 所以说 除了 中医讲的 用干净 太中 前前 只要头疼疼 头颠疼以外 后 这也是蛮好的 我觉得 这个时候 在紧张性的高血压 造成脖子僵紧 你们这下高血压 用这个方法 也挺好的 挺快的 比用干净好 你用干净你扎 没笑 你用这个 反正马上舒服 你按的时候 或者扎的时候 别人躺了不动 扎的时候 你可以让病人活动脖子 一边扎这个血 你看病人脖子 左右活动活动 上下活动活动 要动着脖子 动着这一扎 它就马上松开了 然后病人再一活动脖子 就彻底松开了 它的脖子一松开了 血压就下来了 要有这种方法 关键是让它以气下行 我们说 这个是旁观经嘛 通的这个经历教训 引外大都太快笔 这个在前面 后面是一名通过苏定谷 扑人委中旁观之 叫做这个 对吧 这是它的一个旁观经的制法 尤其是紧张性 大家记住 什么行用它 紧张性高血压 紧张性头疼 都用这儿纸 念这儿就好了 蛮好的 这个大家可以试试看 好 再有呢 我们说气冲涌泉 涌泉穴 在这儿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的地方 三分之一和二分之一交界点 抱现出 这是永泉穴 那永泉穴呢 这个地方呢 点穴 或者我们一会儿讲 那个总贞 这叫三胜穴 待会再说总贞 在永泉 就是点穴 点穴的目的干嘛呢 它是迎我下行 我们说阴京从不走啊 阴京是从 从足走胸腹 对吧 从足走胸腹 那阳镜呢 是从头走足 三阳 从头走足 阴京呢 足三阴呢 就是从足走胸腹 对吧 所以呢 我们点这个穴呢 从 别人给它啪的 当然躺的也行 假如说是啪的 你这么点 顺它的阴 这么走 永泉穴鼓以太息 伏流阴鼓顺走 这么点 这么点以后呢 就是一直就气往上走 对吧 这么点的时候 让它气往上走 气往上走呢 它直接到胸腹去了 对不对 所以呢 当它往上走的时候 这是什么 肾是什么 是水 这渗水的时候 它水往上走 干嘛 就上那个高水呀 干涨上的火 对不对 以水来制火 用下过这个水 给它上去 引上去水 把上的火灭了 浇灭啊 给它浇灭 它是这样 所以叫什么 釜底抽薪 引火下行 上的火 就下来了 它是这样 你说 这个经火不是从上往下吗 对啊 我们逆经呢 逆经呢 我忘了 所以我们逆经呢 逆经走啊 这是一 第二个呢 我们这么 圣经的话 就给它补啊 圣经往上补啊 逆经是从上往下 我们说 阴经呢 从下往上 对不对 所以说火 给它就降起来了 对不对 所以这俩一起来 我们叫浮底抽薪 是吧 所以这样点进去 所以点进去的方法 就是有一个窍门 就是别人 假如说趴着的话 别人假如说趴着 你这么点 一 先锤往下 第二 再往上 手 手 往上 手 就是这个方向 你先点一下最后 再往上 往这个方向 先点一下 再往上 走一点就好了 不能动 代表什么呢 代表它的阴晶之渗水 向上走 这特别 这点是有方法 不是吧 点一下 垂直点 垂直点没用 只能把那点太重 也不行啊 你点太重 把它造成足底进攻炎了 那就点完它疼了 然后找你算账 大夫 你点完之后 我老疼 我一直疼 等半年 找你算账 不能使劲点啊 你就清新的点 清新的点以后呢 你轻轻点的 走气了 你不能点 它走 往下走 不动会儿了 你知道 你要轻轻点一下 手再往上一调 去就走了 这窍门就是 不能使劲往下压 点线是错了 不能点线 你轻轻按着 按着它 扶着它 不动 你看扶着不动 然后呢 往上一动就行了 就是这样 效果挺好的 所以方法要对 穴位都是老祖宗给我们发明的 都在那呆着呢 但是呢 你怎么做 效果就是 它有区别 不是说你随便点 你随便点 不够了 好 这是足底永泉穴 在这 那么 目的 就是 滋阴降落 使这个渗水上去 顺着经走 这样的话 我们说 阳经 是从头 走足的 这时候呢 阴经 就从足 走到头了 这样 就引火和引气 下足 这是也是比较快的 一个方法 来治疗 它的一个 血压高 这是比较快的 我们有慢性的方法治疗 也有快的 这是快的方法 逐步那个也是快的 小姐那个呢 就是中速 也没那么快 就是比较中等的 好 这个 就是 捏点五指和四指 这个呢 我们说 足指 点这个足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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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这样 用手指头 五个指头 就轻轻点一点 轻轻点一点 轻轻四辆 关太重 手 这就是 这个足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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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很重要 所以 点这个地方的目的 就是让它的头 解压 头啊 反射 它和头有关系 你看 它和什么有关系 这是一个人 同生寸 这个人 假如我这个人太大 那我弄一个大人 大脚 就这样 你看看 这是个头 下面就是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你点它脚趾 就是指它的头 所以反射性的 你得点这脚趾 点一点 那两手都可以一起 一起弄 这个一起弄 这样的话 它开窍 洗脑 还可以什么呢 降血压 同时呢 取头痛 它是最主要的特点 把上面的肝气 它有这个肝菊因 菊因 干净的肝菊因 在头顶 把那个上面的气 给它引起来 这么一点 气得下来 也就是说 脚趾它的作用力 很多人都不注意 注重脚 尤其是儿科 我们过去儿科都教用手 要重手来治病 尤其是左手来治病 我发现呢 这个脚比手 效果又好多 对儿科治病 所以尤其小婴儿 刚刚生出来 你不用给它弄 这个手 弄手 它是很弱的 气很不够的 所以你弄脚 反正它的气息比较注意 反应比较严密 效果比较好 一样道理 所以我们用这 四指一分一点呢 就是以它的干气下行 这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也是一个比较快的 让它把它指透 让它缓解它的高血压 急性的 尤其是特别急的 干涨上抗那种 所以呢 尤其是什么 单呢 这个叫 高血压 特别厉害 用 服部用完了 小姐弄不动 把教职弄不动 然后血压赶快下来 赶快送走 送到急诊区 赶快开放 赶快吃药 配合 你再开了中药 吃 这样的话 配合就效果比较好 省得它突然 跑血管了 对吧 所以赶快点降 这时候你 它已经到你诊所来了 那么急 对不对 它也没得到急诊室去 你再马上送 万一这图中有问题 不就麻烦了 所以赶快点降下 好 这是一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呢 就是这个 肌部 把脖子这块 我们说 腹部 高血压降压 从腹部 给降压 这是一个方法 脚 这儿降压 这远端的降压 我们都说了 再说这脖子 当脖子气血不通的话 当这块气血不通的话 它直接的气血下坏 就卡住了 就不能往下走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把脖子松开 脖子松开有几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胸肚鲁突肌 胸肚鲁突肌 在这里 它有胸骨头和锁骨头 它只在鲁突前后的两部分 就是胸肚骨头肌 胸肚骨头肌 你看从中线那儿分开 鲁突前部和鲁突后部分 它有胸肚头 在这儿胸肚头 这是锁骨头 它的代表功能 我们时间关系不细讲了 我们就 怎么治 用的方法怎么治呢 那么 一个是捏着它 治疗 紧张性高血压 你看 捏着胸肚骨头肌 胸肚骨头肌 注意捏的时候不要太用力 轻一点 因为它里面有副神经 可以通到头上去的 对副神经可以通到头 它已经走得窜了 你就不要 你就轻轻 伏着这儿就好了 捏着不动 捏它胸肚骨头肌 不要动 你再让它动头就好了 就是动头 头再动 头再动 不要动太多 轻轻捏着 然后呢 或者是这样晃 有两个方法 或者是这样晃 手啊 这样晃 左右晃 从这儿到这儿 都可以动开 从这儿到这儿 就轻轻地晃 就轻轻地晃 或者是头 一点不动 动头 头左右动 它这儿不动 它动 这种方法 两种都可以用 根据它的情况来决定 到底是哪一种 如果太硬太紧 你把它这儿轻轻地 过动一下 如果它这儿不是很硬 你就轻轻捏着不动 它头啊 动一动 就可以松了 这紧张型的高血压 它就被缓解了 比如夺子 就是 你看 往这边动 往这边动 来回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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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肌肉的紧张 当然 在这个紧张性高血压 有好多种 好多种 一个凶手组织机 斜方机 斜脚机 还有后边 这个醉肠机 这个很多 提前驾机 都可以紧张 所以 哪条紧张 你就给送哪条 你摸 要检查 检查完了以后 这个 就给它松开 行了 这个 解放机 解放我们就不说了 尽管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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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 這個整個整外粗隆 上向線的內側4分之一 還有向內帶 然後向外的紙帶 鎖骨的外方的後方 3分之一的部位 就在這兒 這個鎖骨這個地方 它是上行問題 所以我們一般來講 就是上行 就是這段 整個下方這些 你要有時間弄 沒時間就不用弄 就關鍵上行就行 這段時間 有幾種方法 一種是坐位的 一種是臥位的 先說一下坐位的 坐位的話 一種方法就是你扶著 這個上段這個地方的 胸肉與後方不動 然後動頭 來回左右動頭 就好了 頭部左右動 頭部左右動 這樣就動 用指扣 直伏的這個地方 張肢關節底 或是張肢關節 還有指尖關節 直伏的這個地方 扶著就行了 不要摳 為什麼不要摳 因為你這摳 尤其是不能點穴 什麼呢 風池啊 頑骨啊 等等這些穴 你不要時間去點它 什麼一風啊 不要去點 還什麼 預診啊 不要點 點完就容易頭暈 你點完容易頭暈 那同時呢 點完頭暈 所以你不要去點它 還有造成耳鳴 你用大力就造成耳鳴 所以頭部穴位 不建議去用點穴的方法 懂嗎 為什麼呢 你點穴 你說可以讓它怎麼這麼好啊 怎麼好啊 沒力了 因為肌肉緊嘛 你放了不動 頭一轉就鬆了 是吧 這是一種方法 很簡單 我們過去方 使著點穴 使著揉啊 使著按啊 或者滾法啊 點穴啊 什麼 這個旋轉法 還有好多種 哎呀 這個啥蛋的 我們方法太多了 現在滾了 這現在不太用了 不會不用了 完全淘汰了 為什麼我們就用這個方法 不動 就扶著脖子 我用這個試試看 用這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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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這個呢 你就拿頭轉一轉 你看頭再轉 扶著不動 頭再轉 來 這個 這個波法 什麼波呢 就是大附講的波法 也是一種方法 大附後友 這個方法很簡單啊 你看 不動 從上到下不動 還是不動 轉頭就好了 頭部左右看 左右看 左右看 左右轉 左右轉 哎 他就下了 肌肉緊張就鬆開了 不用使勁 不用太大力 波 啊 這樣波法呢 還有幾種 一種是作用在斜角肌的 還有作用在 凶速肚圖肌的 還有作用在 斜方肌的 還有幾種 這個不同的部位 不同部位呢 還有不同的方法 嗯 那麼現在我們就說一下啊 啊 就是斜角肌的 前中後下 你都可以用 啊 解剖也不說啊 解剖在這啊 啊 這是前夕腰肌 中夕腰肌 從這裡出來 前夕腰肌 中夕腰肌 啊 後邊出了一個 神經 後邊是 後邊後夕腰肌 中夕腰肌 我們重點呢 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啊 現在這種情況下 一般來講 就後腰肌 比較緊 後邊的西腰肌 很緊 所以我們 這個呢 重點是送 後腰肌 把它送開就行了 嗯 嗯 當然有的人是中腰肌 那人那看情況 哪個最常見 前腰肌腫的 緊的比較少 那大部分這兩個比較多 所以就送這樣啊 怎麼做 躺了 躺了 躺了以後啊 把手放在 僵僵僵僵的 斜腳肌的 比如在這兒 這兒緊的放這兒 這兒緊的放這兒 這兒緊把你摸 這些檢查 哪兒緊就放那兒就好了 好 然後呢 讓那脖子啊 旋轉 啊 讓脖子旋轉 這樣左右旋轉 啊 時間就這樣 我們以前也講過一次啊 就是 手啊 啊 就放在 這一個手扶頭 一個手扶在僵僵的部位 往那兒 頭轉 轉頭 你手不要動 不要摳 啊 不要使勁摳 就輕輕放著就不動 就行 輕輕輕放著就不動 輕輕輕放著就不動 不要摳太多 至到哪兒呢 至到它二分之一的部位 就行了 為什麼 下部就必須神經了 尤其是知道前中邪躍劑劑 後下部是神經 所以千萬不能碰 不要弄太低了 看剪刀 它這裡頭 前中邪躍劑劑 這兒突然是必須神經 所以你不要放在這兒 你就放在這個地方的以上 放這以上就夠了 千萬不要放它這個以下 手放這兒 你看你再往下 往下放 它就是必須神經了 這個必須神經了 跑這兒 你放在這兒 這兒就必須神經了 不能放這兒 你放哪兒放這兒 放在中部 中部以上 就放這兒 不要動 放這兒 這兒的話 這轉頭就好了 你放在這兒 就轉頭 左右轉 轉頭 它就鬆了 自然就鬆了 就可以了 這是很簡單的方法 最安全 一般的話 你放太低了 就只好隧道閉塑神 手就麻了 好 再接下來我們就說說 進肌的旋轉 就是半牽法 這是什麼呢 凶速肚腹肌和上斜肌 你看這個半牽 這一手扶著它的 當然拇指和中指和無眉指 都捏著這個凶速肚腹肌 捏它以後呢 旋轉 向對方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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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對方旋轉的話呢 這肌肉很快鬆了 這是它的那個 可以拍照一下 看一下 這個上斜肺肌也行 在後邊是上斜肺肌 前面就是 輕速肚腹肌 這樣旋轉 旋轉就是 快速的方法 這是比較快的方法 就讓它馬上就鬆開了 這個 但是 大家一樣 剛才我講過了 不要捏太緊 不要用力捏 不要使勁捏它 就輕輕捏它就好了 輕輕捏它以後 捏著它這樣 胸肺肌上斜肺肌 上斜肺肌過往哪 然後身體 向相反方向移動 向反向旋轉 這樣的話呢 一旋轉鬆 旋轉完了鬆 旋轉了鬆 回來趕快鬆 去的時候 捏著它轉 這樣很快它就鬆開了 這個胸肺肌上斜肺肌 就很快鬆了 這肌肉就鬆了 它就不會形成緊張 形成的這種擠壓 因為血管一收縮 血壓上去了 它肌肉一放鬆 血壓就下來了 它這兒一鬆開了 很快血壓就改善了 氣就通了 脖子馬上就不疼了 上面氣就不會卡住了 上面氣就下來了 這就是它的一個特點 還有一個勾撥法 勾撥法之上 這是用勾的 這樣是用 剛才是直接平放的 不動 現在是什麼 是勾撥法 勾撥法呢 這個可以拍照一下 然後呢 就把它放在 中吸腳機 和後吸腳機的部位 放這兒 放這兒 繼續放後吸 一樣 像剛才手是平的 有沒有 剛才手是平的放 放這兒 現在我把它稍微勾一點 這個平一不一樣 原來是平 原來是平的放 我現在給它勾一點 對不對 勾一點放這兒 放這兒以後 就放著不動 然後就開始旋轉脖子 向同色旋轉 向同色旋轉 這樣的話呢 這塊肌肉就鬆開了 這個後吸腳機 中吸腳機 就鬆開了 它的一個特點 勾旋方法 好 接下來我們 再講一個 我們推拿裡頭 一個常見的一個方法 常見方法是什麼呢 就是近東脈痘的壓力感受器 推拿書裡經常用這個方法 近東脈痘的壓力感受器 就是說 近東脈它這裡有一個膨大部分 這個部分呢 它是 叫做壓力感受器 當你這個 刺激它以後呢 它引起血壓可以下降 心跳可以 這個 減緩 但是注意啊 不要兩側同時按壓 因為兩側同時按壓的時候呢 它就引起什麼呢 如果你超過14秒 心跳停止 所以 一般來講 我們 先弄左側 再弄右側 先弄左側 再弄左側 再弄右側 再弄左側 再弄右側 這樣就行了 不要 兩邊一起弄 也不要 兩邊同時點穴 同時點穴 都壓得不動 你不是說可以降血壓 壓的壓的壓的 心跳沒了 你還得給你心臟起伏器 心臟壓 給你搶救 沒必要 那這 也是蠻危險 就這個地方 所以大家要小心 要注意 來 就是 先從一邊開始 在中間 我們來試試看 就是在這 兇手在這 前方 兇手在前面 怎麼做呢 這傳統的啊 我們都是這樣 旅 左邊 旅個十下 歇一會兒 然後在右邊 再給它鋁石像 右邊再給它鋁石像 右邊再給它鋁石像 這傳統的啊 都是這麼做 為什麼這麼做呢 就是刺激 剛才看的那個 進動來鬥 壓力感受器 就這樣 這樣 也是快速 降低的方法 血壓 降低血壓 這是一個方法 從中一講的我們叫做 推喬功 推喬功 先左後右 大約 沒測呢 差不多一分鐘左右吧 從上到下推 不要從下往上推 要從上往下推 這個 簡單的方法 就是我們剛才呢 治療胸臭肚臭肌 也是這個原理 因為我們用那個 胸臭肚臭肌呢 治療是把外頭這個 胸臭肌肉給它鬆開 肌肉鬆開以後 也沒弄到它的 進動脈痘壓力感受器 但是你旁敲側肌 就用到它了 把肌肉一鬆開了 比光推喬功這個呢 維持時間長 而且呢 推喬功 雖然是快 你特別急的話 你可以用一用 但是你還 因為緊張性高 肌肉很緊 你還沒有把肌肉鬆開 你光把它 進動脈痘壓力感受器 給它刺激一下 它一會兒又回去了 所以你就要把肌肉給它鬆開 那才能維持時間長 你要經常把肌肉緊張的人 給它經常鬆動 它血壓就平穩了 是不是 它就舒服了 所以脖子很僵很緊 造成高血壓的人特別多 當然什麼脾胃不好的 剛才講的那些 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是譚詩中毒 那是很多 也有喝酒啊 那也是有 但是呢 很多胖胖那些進來的肥胃胖胖 那些也是有 這一套 讓它鬆開了 把肌肉鬆開了 知道肝羊上抗 這種特別多的人 特別有效 這是從脖子製 剛才這麼多方法都可以製 這是脖子方法 這是推敲功的方法 從上到下 從左左右 剛才講的 不要實際按壓 不要同時按壓 否則心跳 超過14秒你按著不動 心跳就沒了 所以呢 全針降壓 全針的方法 有人做抹殺機全針 那你怎麼做 全針就從頭做 從頭 脖子 肩膀 上肢 背部 腰部 然後呢 就是後面 前面呢 胸腹 上肢下肢 面部 頭部最後做 這是全針降壓的手法 還有呢 講一下那個 全針自我鍛鍊 全針自我鍛鍊 就是你完全放鬆 完全放鬆 不要動 完全放鬆 完全放鬆 都不要動 站著都不要動 完全放鬆 手指不要彎曲 都完全站好 站好以後呢 然後開始緊 然後呢 全身的緊 血管緊 緊緊緊 全身上收縮 肌肉力收縮 緊含六下 數六下 一二三四五六 好鬆 全肌肉鬆 這樣反復作 這樣反復作呢 一般來講 一天可以做三次 每次做一次 這樣反復作呢 可以高度血管 練習它的一個收縮 然後出張 收縮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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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練這個 練血管了 這個方法是蠻好的 大家可以試試看 另外呢 當病人頭暈的情況下 就是很緊 很緊 脖子很緊 頭暈了 血 氣的都下不來 都卡在脖子上了 怎麼辦呢 你就可以讓病人往後伸 這樣的話 非常的 往後伸 頭啊 既然往後伸 那反復伸 你這樣 真的沒做 伸一下 卸一下 再伸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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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它頭暈 跑到尾曲 就是很快 頭暈就可以減輕了 原來暈得很厲害 這樣很快 就可以下來 這是頭部的往後癢 這樣的話 降它的 那個 我們說疏通後邊的 這些緊張型 造成的 高血壓的這些肌肉 剛才講了 這些所有的肌肉 什麼 鞋缸肌啊 下人帶啊 這個 提肩甲肌啊 用途肚肌啊 協肌啊 提肩甲肌等等 這些 後邊這些肌肉 全部給鬆開了 鬆開了 以後 它這 肌肉一端 重複的 血流就改善了 血的氣液就下來了 因為為什麼 它 槓在那兒 因為它是血不動啊 整個全肌子上 下不來 所以你往後癢 往後癢以後 上氣就下去 是吧 或是它氣往下去 好吧 這是一個 手法 再接著說 就是傳統的針灸了 針灸的方法呢 我們說呢 這個有這麼幾種啊 一個是呢 目的 就是平肝 潛陽 平肝安神 化臺降度 這是它的特點 一般來講呢 就是有 曲池 太中 三角 和谷 有曲池 太中 這是 沛穴 加上有 峰池 行間 太西 我們說甘肅 峰龍 和祖三嶺 就峰池 行間 太西 甘肅 峰龍 峰龍是幹嘛 裝上去談的 祖三嶺 汽水區的 我們說 加上血海 百格書 萬元書 肾書 這個 銀陽兩區 頭映比較重的 用太陽 在它裡頭說百匯 我不提倡用百匯 為什麼呢 如果你紮百匯 許牙高的話 我不建議紮百匯 我建議紮四肢 下腿 或別的 脖子 就是我不建議紮頭 百匯去 百匯可以升壓 但是雙向的 又升又降 所以我希望 炸百匯 這是傳統的 炸百匯 內觀 神門 這都可以 內觀的西雄衛 這都蠻好的 用這些都挺好的 但是不要用 來匯 你用太陽 這些都可以 帥骨 這都蠻好的 用印堂 這都行 用神庭 這都可以 上星 最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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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陽氣 你再炸 陽氣更生 所以我不建議高血壓 炸這兒 我們高血壓的人 它是上面有病 要下肢 炸哪兒 炸腳 對不對 不要炸頭 不要炸水高點 所以我 你頭疼 你頭疼哪兒疼 你炸哪兒疼 你炸太陽就好了 對吧 這是什麼 不要炸那些 血液 血液 你們看 血液 然後 這個官員 割疏 沈疏 炸 炸壓 這兒 炸骨 這都可以 挺好的 後來呢 你可以 炸這些穴位 什麼 瘋石 炸 也要點穴 預診 一些瘋 就都可以 沒問題 但是最好不要 按摩 點穴 千萬不要點穴 什麼紙壓 這很危險 造成什麼 耳龍 最重要 他得頭暈 非常重要 一定要小心 內關 內關最好用 像這時候 點的一關 特別好 那天我告訴你 在飛機上 我就給他點 內關 給他點足三里 馬上下來了 對吧 也沒有用別的穴 座位那麼小 你進去 夠不到 把手伸出來 點穴 就好啊 也沒點別的穴 就給我點內關 下來了 就好啊 就內關治百令 新修位 全管了 但你坐哪那麼深 夠一夠 你說你點 點腿下去 你點不到 只能拿手下去 點一點 好 然後呢 然後呢 神門 這都治十年的 好 這是傳統的真次 傳統真次呢 解釋呢 你說取之合五是陽明精的嘛 所以呢 這時候主要是清野陽明 建牙的 乾淨去血 太中是乾精的 出乾淨去 平乾陽的 那麼三焦呢 我們說它是脾經的 所以呢 它主要是呢 三條陰莖的一個焦桂之穴 所以右股乾 一股脾一股腎 比較好 那 那 那 我們就 七月兩虛的 這是駕百匯 我不太希望駕百匯了 你可以駕別的 那 太中 這是我們說乾精的 你可以呢 如果呢 炸的話呢 要從五玄方面 這個炸就好 從五玄方面 太中 你可以從五玄方面 或者行電 你都可以 用些 行電 或者 這都蠻好的 這都是好血 當然 皮膚的 扣 用那個 扣肌的話 在這扣 實際這個呢 現在我們都不太用 就是過去 他們常用的 傳統都 扣嘛 因為那個 那個 我不太用那個 耳穴 酸離針 如果血量特別高 急性特別嚴重的 可以用 啊 你給耳尖 放血 就是耳朵尖 給它耳尖放血 這是可以的 在耳尖放血 放血 打完之後 把血擠出來 第二 耳背 耳背放血 在耳背上 這樣挑幾個血 打幾個 放血 放一完了給它擠 放了擠 放了擠 快點 就這樣 下來了 就行了 真是蠻好的血 當然了 你可以在耳背 耳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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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外的大椎啊 曲直啊 還有硬糖啊 真的啊 你太牙裡可以放啊 都可以 以前有個病人呢 眼睛不好 眼睛不好 都紅了 這個甘蔗特別厲害 整個想過了病病 然後 我就給它放一次 拔拔拐拐 拔了這麼多血出來 拔完之後 馬上第二天好 所以說 蠻好的 這些血位都是好用 但是 你就要小心 不要放太多 不要放太多 不要放虛多了吧 好 我們用王本流行的鬥 效果比較安全 並非扎針安全 並非好接受 當然了 曲洋特別高 他也不管你了 反正你能夠這樣 他就高興了 他也特別急的時候 你就用那個 那種方法 不是很急的話 你就切痘痘 切降壓穴 主要是切降壓點 什麼 什麼呢 什麼這些東西也可以 但是最重要 很貼那個降壓的點 降壓點在這 我們看這 這個圖 降壓點在這 這高血壓的降壓點 還可以點這個 俗 腳底的穴 這是道人嘛 大家都知道 點這個穴 可以貼這 或者炸 豆也可以貼這 也可以貼這 兩個地方都切了 也都是腳的穴位 就是蠻好的一個穴位 二倍上穴 就這樣放就可以 那注意事項呢 就注意 就是高血壓微向 要趕快給他治療 你不給他治療 就危險了 如果超過200 一般送急診 不要強刺激 我們治療的時候 不要強刺激 要慢慢的治 輕輕的治 輕輕解決 另外呢 長期用藥的人 千萬不要馬上停藥 注意啊 如果停藥的話就危險了 所以你要讓停藥 一定要找家庭醫生 因為藥不是你開的 你不能說讓他停藥 他死了怎麼辦 他腦出去也怎麼辦 所以你不能 我現在炸的挺好的 我停藥 你讓他變得挺好的 你騙你 這責任很大 你可千萬不能說 我給你治好 你停藥 那這就不行 這不是說你天兩天的病 如果遺傳性高血壓 那長期就這樣子 你怎麼讓他停藥呢 他必須得吃一輩子的 所以你不能說 我再治好了 讓他停藥 就指的是什麼 他暫時先高血壓 因為某種原因緊張啊 考試啊 這些 或許啊 還沒恆定的時候 早期的時候 你弄了下來 就評委一陣子 還沒讓他吃藥的時候 你可以這麼說 可以這麼做 你已經吃藥啊 已經很很高很高了 症狀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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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旦有什麼急症的話 你就負不了責任 所以要注意 千萬不能隨便停藥 那麼一般來講 最重要的 就是不要精神刺激 不讓他緊張 還有呢 不要有痴嚴 一定要清淡 那我們能量針怎麼做 能量針呢 就是這些針法 基本的觸放就在這裡了 主要腹部針法 腹部有幾種針法 私駕針啊 兩翼針啊 還有這個四針位啊 加上什麼呢 加上一個訓 訓是膽 訓是膽 有這個 前臂的針法有三零 心靈 肝靈 三零 一個妖嶺 手部的 有這些手結啊 墓穴啊 大白啊 下肢有一些穴位 啊 像三蟲啊 主動木 就是木斗 火硬 等木火 都可以用 最重要的 緩降血壓的話 我們就要用 就是說 局點 散 火鍊 火局火散 還有三勝穴 去像剛才的這個 永泉穴 啊 這是一個最重要的一個 快速的降壓和緩降血壓 我們來看一下 那麼 這是兩個儀針 那兩儀針的話呢 就是兩個 兩個腺 不是 叫做梨 就叫砍 梨心 砍腎 這兩個 還有呢 用這個 施政衛 加上一個 訓 訓是膽 膽呢 就幫助肝來降 降它什麼 降火 你看看 這是一個 高血壓 加上一個肝癌 你看 在這肝區 加上肝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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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呢 兩儀針 兩儀針的話呢 就鎮 就是肝 就是水 砍肾 就是肝癌 配對 就是肝癌 就是肝癌 這是肝癌 指封的 這個呢 就是鎮鎮 鎮鎮鎮 鎮鎮鎮 這個 你看這是鎮 就是鎮 鎮 加上肝癌 叫平肝 清心 那這個呢 就是四降針 我們說四正位 四降的四方針 四個針 心 肝 肝 肺 這個是 他的鎮頭 那個 四正位 這個是 疑 心 肾 水 左 東 肝 正 鎮 右膝 肺 這是一個四正位 這個呢 是鎮 肾 還有遜 疏 疏肝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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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為止痛的 這個呢 是一個 我們說 鎮位 這是一個 更位 這是一個 膽 遜位 這是一個 鎮 疏肝 這是它的一個 疏肝理器 軟的膽 疏肝 因為它都是 什麼 這都是 調皮味的 所以是 合胃之痛 最後我們用一個盆子 給它蓋上 陽氣 比較盛的 用藍盆蓋上 陽氣呢 比較弱的 我們就用一個紅盆蓋上 這樣 腹部的氣 就不容易流失了 那你說三頂 剛才講的那個三頂 總之那個三頂 三頂 三頂就在這 三頂 土頂水頂 木頂 它實際就是一個頭 你看啊 它這個三頂就在這 三頂在這裡 它就是一個頭 頭 頭部位 那你扎哪呢 可以扎頭 是它的血液 所以你不要扎這 不要扎頭上去 你扎這 就是降血壓了 或是你給它反過來 把小人反過來 它就是一個腳 又是頭又是腳 所以你扎這個腳的部位 它也可以降血壓 是不是 它也可以降血壓 從深寸 擺著 我這個人太大了 這方面 所以兩邊都可以 所以它是 又治頭病 治腦病 這個三頂穴 又治什麼 任何的什麼 頭暈啊 健忘啊 高血壓 所有的什麼自閉症 什麼都可以 都在這兒 都在這兒治 都蠻好的 一個方法 那肝靈穴 三頂穴 三頂穴 三頂穴裡頭有一個肝靈 肝靈 還有妖靈 妖靈 還有一個心靈 心靈穴 一共三頂 三陣 左上 右下 左邊是 右 我們說左升右降 右手是左 左手是右 這是 左上 右下 這是右手 往上升的 剛才那個 這個呢 是 讓心肌有個循環 以前我們講過 好 這個是大白 靈骨大白 仲葵 大白 仲葵 這個是靈骨 在這兒 取這個大白也好 這三個穴 是全身的 腳裏全身的 大白 河骨在 河骨在這兒 這是靠近什麼 它是靠近掌骨 手指 手指在這兒 手指在小指的地方 手指 用手指 手指去 你可以 豬 牛 還有3x1 3x2 3x3 3x1 3x2 3x3 這都可以 3x2 2x2 專門治療 眉隆骨痛 頭疼的 眉隆骨痛 等等之類的 眉隆骨痛 霧穴 這專門治療 肝 陰虛 火窩 腹穴 但是因為它 手扎起來比較痛 因為不太容易接受 我現在都不太容易 測三里 測下三里 這個 清什麼 味精的火 四肢聖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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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四肢聖關 眉隆骨痛 三重穴 目睹火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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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兒 這個 是 點 我看 晚降高血壓 乍這個 或點血點這個 那 這是急降高血壓 急的是高血壓 1 2 3 3 3 勝血 很快降血壓 好吧 這個是 預後 預後的話呢 一般來講呢 這個 要 有高血壓趕快治 不要脫太久 不在等著 都快高血壓 微向你才治 啊 要盡量的 減輕的後遺症 防止後遺症 發生 防止中風 要保證睡眠 舒服氣好 要對病 要很好的 這個 多吃一些 蔬菜啦 水果這些東西 總結 不要讓他生氣 不要讓他緊張 啊 這個 不要讓他 有很多的這個 外來的干擾 啊 這些 避免吃太飽 啊 少吃鹽 吃橄欖油 啊 這個每都要吃魚 海魚 每天要吃一斤蔬菜 水果每天至少吃一個 蘋果 什麼的 不要吃油炸火烤的 不要吃紅肉 每天吃堅果二十克 啊 可以喝足夠的水 啊 這個 每天可以喝飯一斤的 粗糧 基本上要吃粗糧 不要吃細糧 大豆啊 這個豆制品啊 給他們一軟鈴脂的 你都可以吃啊 啊 盡用 千萬不能吃高鈉食品 像鹹菜啊 榨菜啊 鹹魚啊 鹹肉啊 這些醃過的都不要吃 不要吃 動物內臟蛋黃 不要吃松花蛋 啊 這個不要喝濃茶咖啡 啊 濃的咖啡 濃的茶都不行了 不要喝肉湯這些東西 要好吃的就盡量多吃魚 來吃少年的食物 這樣可以防止中風 適合高血壓的食物 一般的吃假多的 像蔬菜啊 水果 土豆 蘑菇啊 含鈣的比較多的 這些都可以 魚類 都是品啊 這些都可以 每天早上要喝一杯 早上一起來趕快喝 這樣可以幫他降壓 令尿 主要幫他令尿 因為你喝了以後去排尿 趕快幫他令尿 含假的比較多的 有土豆啊 魚頭啊 茄子海帶啊 莫筍的西瓜冬瓜 含這個假的比較多的 有瘦肉牛肉 魚類 小白菜 牛菜黃瓜 番茄馬鈴薯 橘子香蕉 還有韩美比較多的 就小米啊 這個米麵啊 豆制品啊 豆類啊 這些比較好 好了 今天這個前半截呢 我們正好 這個到三點 就說完了 那麼我們接下來呢 就說完了